這幾年過年應該都很爽 票房那麼好 心情大好 他教大家怎麼樣動手 做東坡肉跟紅情米糕 還跟果俊王李東學 當場PK起來 他最近不但是要跑電影宣傳 主持的綜藝節目裡面 所講的台語的俚語 在網路上面做成圖文並茂的 Q版漫畫插圖 還有影片講解 想要拉攏年輕人的市場 反正老的小的他都要 偷戴主廚帽 穿上白色圍裙 繡場大哥竹葛亮 一秒化身主廚 這回部主持節目 要教大家做豬式年菜 現在只吃蔥就好吃 那蔥就好吃 我告訴你 好久沒做菜的竹葛亮 這回挑戰東坡肉 拿起棉線綁肉 頗有廚師的架勢 一旁的李東學也不遑多讓 加碼做紅蟻米糕 但最後將還是老的辣 我是台灣 我是鄉凡的 除了因為我是兩岸三地 那你現在是來台灣你知道嗎 這就對的 這對的 這沒錯 沒錯 我剛才贏了 你就贏了 所以你手藝就是比他還好就對了 不是啦 是高師傅教的啦 PK獲勝的竹葛亮開心的說 雖然今天贏了 但自己的拿手菜 其實不是豬肉 不怕禽流感的竹葛亮 只說自己的私房料理 就是沙茶雞肉 炒沙茶雞肉 我會炒 這是你自己發明的 沒有沒有 我那個太太啊 那個生孩子的時候 我就炒過一次給她吃 她說什麼 她不好意思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說不好吃 你倆怎麼在招育我照樣的 拜託你 我跟你說 人家就很討厭我 不要 你人家沒有 事情我不會管 我站著我 我要照顧 我學會來 現在紅色不去 朱葛亮不僅忙著替電影宣傳 還得要主持綜藝節目 最近網路上還可以看到 朱葛亮和陳亞蘭的 Q版漫畫 把節目中使用的台語 理語做成圖文並茂的插圖 企圖拉攏年輕人的市場 不管是電影還是綜藝節目 朱葛亮靠著獨特的豬式幽默 來收買觀眾的心 這位王成文 茂莉台北 採訪報導